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王大哥恩威病重 用心良苦 孤二娘心知肚明 天地虽宽 但求再见 祝各位一路平安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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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 His no��� 如果小婶 yok 应该帮你识 Ihre masa 连入力量请 Don't hold me 抢身凌辣车无所谓 只要你平安就好 就是可惜了 这么多军火了 那 那我们一晚上 可不都白干了嗎 白干就白干 任何情况下 人是最宝贵的 尤其是你们这几个 如花似玉的小娘鱼 只要我们人在 那还是有机会的 好了 颜运组全部留下 其余人员上车 准备出发 是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雅 幌iration vid 用ved 肚子 有靠 knows 也是 不好 慢点 啥链不好了 车胎爆了 你快下去检查一下 怎么回事 车胎爆了 坏了 车胎爆了 师傅 你下以太 你帮人修一下 赶快让师傅们 抓紧修一下 换胎 来 辛苦了 真是乌露偏锋连夜雨啊 师傅 买个轮啊 轮胎爆了 越急越出事 车胎爆了 诇 我以为我决定 你会决定 我们决定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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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腾了 一晚上的狗屁会 现在才回家 你听好了 六点半之后千万不能过关 什么意思 余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 现在已经快六点半了 部队七点钟就要出操了 我必须要赶回去 所以我就不能再陪你了 谢谢 已经非常感谢了 真不好意思 让你在车上睡了一晚上 你看你 又说谢谢了 你要是再说谢啊 我可就不帮你了 余小姐 大队来了 小齐 你这耳朵还挺灵吗 肯定是他们 肯定是他们 那有劳陈营长再稍微等一会儿 索性带着车队一起过关吧 这里离管口应该不用二十分钟吧 现在是六点一刻不到 现在是六点一刻不到啊 好 我们就一起回去 但是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 就是余小姐 你不要再说谢谢了 那会不会是南造云子有什么动作 现在不好说也许吧 昨天晚上囊造云子 对我私自巡视虚实无关似乎不太满意 尽管脸上看不出来 但是话里话外我能听出来 但是话里话外我能听出来 袁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警告我说 六点半之后 别再过关了 他说最好 最好什么 喂 司令 袁田说最好什么 我原本不想告诉你的 既然我说漏了嘴 那你就听好了 方才我刚刚要进家门 袁田就坐车急忙赶过来 亲口对我说 六点半之后 车队不要再过关了 永远别再过关 永远 永远是什么意思 原因呢 我要知道什么原因 还跟你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我能感觉得到袁田 他也不敢跟我再多说什么了 就这么两句话 还是我又二十根金条换来的 否则连这两句话都没有 二十根金条呢 我能再换个姨太太 不是 现在已经快六点二十五了 外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万一十几分钟之后车队过来了 那可怎么办呢 你马上坐摩托车 赶到三叉口找到余小姐 别的一概别说 就说现在已经不能过关了 白天更加不行 让他们先到小树林里躲一躲 到了晚上再说懂吗 好 我现在就去 停车啊 停车啊 快停车 快停车 赶快叫头 六点半以后不能过关了 我找了个额子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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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我的额子 再帮我走 还热到个额子 特勤组之所以选择从许书关通过 就是因为从这里抵达长江边 距离最近 接应部队隐蔽 行动方便 尤其是做通了黄狼的工作 可现在 这是怎么了 这些应该是许书关外驻扎的 宪兵队的特勤小队啊 特勤小队 他们来干什么 应该没关系吧 特勤小队有时候也会来这边执行任务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出现 我还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这样 你们先等一等吧 这样 你们先撤到林子里 我们先过去看看情况 多加小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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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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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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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突然封锁了关口 现在是什么情况还不太清楚 陈营长让我们在这儿 等待他们的通知 来了 咱们专了一下 来 里面请 南造云子客长 警备司令部 许书官特务营营长向您报告 警备司令部司令副官 向南造云子客长报告 陈副官也来了 是昨晚没有回去 还是今早赶来的 报告南造云子客长 昨夜随黄司令巡视许书官 京城正要离开 接到紧急会议的通知 我就和陈营长一起赶过来了 您主有吩咐我洗耳恭听 如果没有事我就先回去了 哪里 我是知道 你是亲自到了许书官 就是你不来 我也会请你过来的 工作很辛苦啊 说说看 是什么事情让陈副官 在许书官逗留了一夜 随黄司令去特务营 处理两名军官 因故持谢相征的事情 是的 是的 黄司令说起过这事 这两名军官现在在哪里啊 我倒很想见见他们 作为女性 我非常欣赏 一诺魏红颜的男人们 女性嘛 女性往往让男人们都很费解 陈副官 陈营长 就满足一下云子客长这点要求 通知两位军官也赖他 坏了 要出事 哪里有这两个军官 这只不过是黄司令跟我和陈营长 事先约定好的叶勋许书官的借口 他专门询问这个事 太奇巧了 这个难造孕子客长 我真没想到您一大早就为了此事 召开紧急房屋会议 我们还真没一点准备 而且刚才电话通知里也没提及此事 您看 我就是想见见那两个为女人动枪的性情中人 我对他们很感兴趣哦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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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怎么了 陈营长 不方便吗 陈营长这种表情 都让我对你的两个部下 更加好奇更加感兴趣了 无论如何我得要见见他们 捉不定我能从女性的角度 给她们提点小小的建议 妥善地处理这种感情纠葛呢 是 步步紧逼直即要害 这个女人太阴险了 必须马上给出一个答复 不然陈营长撑不住了 但不知黄司令把这事 跟她说到什么程度 万一口径不一致 那就全穿榜了 其实也没多大事 可能是黄司令添油加醋了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跟 南造孕子客长说的 不过我太了解她了 黄司令啊 喜欢对这种男女之间的事情 过分渲染 因为她就是个多情的汉子嘛 对对对 你是说二姨太氏吗 她的确很多情 不过这件事情 她可没有多跟我说什么 如果说多了 我就没有兴趣不神秘了 赶紧通知你两个部下 过来一下吧 她从一开始就说 想见见这两个所谓的部下 那起码可以肯定 她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黄司令没必要 也不可能跟她说得那么具体 南造孕子客长 既然你很想见见这两个部下 那我只能如实报告了 不过 拜托你知道后 不要对更多的人去谈及他们 总是难为情的 为个女人 特务营的主要军官 和一个下级军官之间 又是老乡 居然闹到动枪这种地步 实在是有失军人的身份和礼节 还请你为他们多多保密 保密 保密 那就不用找了 这两个军官的其中一个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很多事情 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 陈副官你这是 你这干什么呀 我瞒都瞒不过来呢 原来是陈营长啊 陈营长年轻有为 一表人才 肯定备受女人青睐 发生这种事情 不奇怪 不奇怪 没有必要羞于其耻嘛 原来特务营还真有这事啊 副官阁下这话什么意思 当然是真有这事了 黄司令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怎么 你们不相信他说的话 没有没有 我们当然相信黄司令说的话了 要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 特意来许书官一趟 那另外一个军官呢 人呢 你看这我都不敢说了 这陈营长要记恨我了 请您给我留一点面子 虽然是下级军官 与我发生了争执 可他毕竟是我自己的部下 又是同乡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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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带着我的相好私奔了 这的确没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这事以后不再提了 这已经属于隐私了 超出了我的好奇心范围了 陈营长请原谅 没关系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再说天涯何处无芳草 为了这个事 黄司令还狠狠地骂了我 说要处分我 就差把我开除了 就骂你什么了 说呀 没关系 骂我没出息 没本事 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还 还被自己的部下给拐跑了 给他这个警备司令 丢大人了 不过啊 黄司令最后还是原谅了我 我定要尽职尽责 效尔全马之劳 陈营长想得开放得下 将来桃花运一定是接连不断 那陈营长岂不是 坏事变好事 应获得艳福了 请问南藏运子科长 对我许数官的房屋 又何止 没什么大事 宪兵队的特勤小队 不是住在你们许数官的房区吗 从今天起 参与你们的房屋怎么样 云子科长的意思是 我特务营 有什么不称职的地方吗 那倒没有 你的特务营 是黄司令的嫡系 徐书官一直都有你们防守 从未出过什么差错 我和原田队长 也都非常满意 不过黄军正在执行的 太阳黑子计划 对徐书官的防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也是特勤小队来此的主要目的 其次呢 也可以减轻一点 你们特务营的压力 谢谢云子科长和黄军 对我特务营的关心和体恤 不过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黄司令跟我说起过 是刚刚才决定的吗 对 刚决定的 正式命令会在中午下到到警备司令部 黄司令现在还不知道 你们两个是最先知道这个决定的 就先执行吧 为何突然做出这个决定 为了拦截那几台拉中草药的卡车 显然不可能 以前也常有教材车过关 又不伪劲 何况原田是默许的 她收了二十根青条后 绝对不会动用特勤小队来坏自己的事 那这个女恶魔今天唱的是哪一出呢 好 但愿此举不是出于对我特务营的不信任的 二位 这么做都是为了保障太阳黑子计划的设立完成 不存在黄军对你们有任何的不信任 那就好 我特务营确保许数官不会出任何查错 你回去立刻把许数官的房屋情况报上来 是 我马上叫你送来 罗总 你那边还有吗 来 拿一个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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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快 晓鱼 让我帮忙吧 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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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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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快 快 快 你们忙你们的 再给我拿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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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快 抓紧时间 来 这个行不行 你就别管了 你放下来 快点 快点 我把这个插在这边 你插 插在哪里啊 插在哪里啊 这边 这边 插在这 插在这 插在这吗 对 那就多弄一点 来 插下来 也bies 你排否变 看最好用之前 还是 제睡觉 还是你了 你知道吗 你监察这也怎么办 只能怎么办 她是真烦 你就红她 还不是说 臭小子 就你知道困 老子也一晚上没睡了 你有爱情的动力不是吗 我们这陪太子读书 这不一样啊 那群姑娘里 要是有谁能看上我 如果三天三夜不睡觉 也没问题啊 为了国共两党党员的 美好姻缘 你就好好努力吧 听话 厅长 这小子呀 说得也对 我也得歇会了 反正大小姐他们也歇了 大家给我打起精神 仔细地搜索 是 发现目标没有 没有 长官 左左目标一夜未归 很有可能出事了 袁天队长命令我 早饭之前必须找到他们 否则把你们通通送到 台平洋战场 抬起你们的勾跃 给我仔细地搜索 抬起你们的勾跃 长官 发现目标了 在哪里 那里 给我开过去 陈营长 我是奉袁天队长之命 前来执行劫防任务 什么 你们要来接手 我们许书官的防务 南造云子科长 可不是这么说的 还有 我也没有接到 黄自令的通知 这是袁天队长的命令 必须执行 我就不明白了 我们在这儿干得好好的 再没有接到调防通知 你就已经进驻了 九山队长 这不太合适吧 陈营长 我再跟你说一次 这是袁天队长的命令 命令 必须执行 你 喂 已是云子科长 我们刚见面 拿走云子 我是特务营陈营长 陈营长 我看了你们许书官的 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情况 有些方面还是不够严密 这让大日本皇军司令部 十分地不放心啊 希望你们不要有一点懈怠 九山队长的特勤小队 只是为了在这一时期的特殊情况下 前去执行临时性的特殊任务 请你们不必多虑 不必多心 九山队长和特勤小队的进驻 会大胆加强 许书官的防务实力 希望你们能够精神合作 绝不允许让任何抗日组织 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溜出许书官 是 是 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 旧山队长 请吧 特勤队听令 立即进驻 许书官 是 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啊 早上还说 早上还说的是 协同房屋 这会儿就变成接管房屋了 这么一变 说明这娘们儿 对我们并不放心哪 你马上给黄司令打个电话 把今天发生的情况跟他先通过气 我马上返回 当面向他汇报 等等 我总觉得 他们这是来者不善啊 就算是打电话 我都怕有人会监听 不得不妨 你怎么看 南造云子把你叫过去 了解那两个所谓不下的事情 这一个为了黄司令 叶巡许书官而编造的借口 一件本来就子虚无有的事情 他怎么就那么感兴趣 看来 我们以后还真的不能随意 编瞎话找借口 听者有心者大有人在 尤其是跟南造云子这种 极有心机的女人说话 稍不留神 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早上信号是你反应快啊 要不然我们肯定全都穿帮 我那也是集中生智 不过你能编出类似私奔的情节 让我也感到很吃惊啊 可能也是没有办法 他搞得那么真 我们就必须比他还要真 但你有点真过头了 什么意思 我觉得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 未必会善罢甘休 他们很可能会在你特务营内部 私下调查所谓的私奔 是否确有歧视 我就想不明白了 就这么一件小事 还要私下调查真伪 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呀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们却认为 可达顺藤摸瓜之效 不得不承认 在这件事情上 黄司令 你 我 都大意了 千里之堤溃于乙穴 如果南造云子抓住黄司令 一个不经意的借口不放 穷追猛打的话 你要这么说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我们现在马上电告黄司令 让他要提高警惕 因为在为何 叶循许书官这件事情上 他们认为 黄司令已经在撒谎了 对 黄司令在撒谎 我认识特务营三排的林排长 他同日以前在新兵队当过翻译 今天陈副官和陈营长 坐以后 我给旧山队长打个电话 让他在私下里 询问一下林排长 问问特务营的军官 怎么会为了一个女人动了枪 最后还私奔 旧山队长回电话说 林排长感觉莫名其妙 就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 特务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一个排长都不知道 这不可能吧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 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上次卖了 这人是一个花来的 黄司令一人 今天 说 中美 咱们 最后 我们上次卖了 对 那 给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本来弹药就少 你十分钟不到 打掉奶奶我四个弹架的机枪子弹 你说 你什么意思 我该不该踢你 你该把扰天 二奶奶 你是我老大的首席老婆 是我嫂子 可是昨天你做得实在是太过分 那个姓王的王德才和他那帮手下 怎么看怎么想共党 你就不应该那么对待他们 老大生前是最恨共党 这个你不是不知道 昨晚压着军火车 我会走的路上 我完全有机会 有能力 有勇气 干掉那个姓王的 你那叫打黑枪下黑手知道吗 之后我的价值观完全不搭掉 懂吗 我下人家的枪 本来就有点不后道了 可人家啥也没说 主动让马二把枪拿走了 至于他后来的举动 也不过是为了防身 防大就是你这种 打黑枪的小人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是咱不易在先 也怨不得人家 如果换作是你让人抢了 难道你还要感谢 劫匪抢了好不成 最后事实证明 他没动你二奶奶 我一根小寒毛 我们全须全伪 安全返回了 还白得两挺机枪 可随枪子弹 却被你个十三点一早而空了 那后来呢 那小屁蛋真的敢对你开枪 这小屁蛋啊 那是真敢对我开枪 这孤二娘啊 那是你真敢为我挡子弹 这孤二娘还真有点邪啊 这叫什么话呀 那完全是我王道财 个人魅力所致嘛 就算是中魔法 那也是中了我王得财的魔法 快说快说 急死我们了都 往下说 后来呢 快说快说就能行 你当事实际上 我告诉你 有了 ту lucky 送一个 当珠刀的雄样吧 还一天到晚国君 某某某某某某班班傅 你也不怕给国军丢脸 你还敢对王大哥开黑枪 还背底里说人坏话 你知不知道你那三枪 差点要了你奶奶我的命 二奶奶 咱不生气 消消气 消消气 我这就去把王大哥 答应的子弹取回来 让您开个心啊 还不快滚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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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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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云子小姐出大事了 会不会说话呀 你姐姐她出大事了呢 云子小姐 你姐姐出大事了 这谁家的孩子呀 送太平洋战场 报告 袁天队长刚才来电 建兵队和警卫队 五艘巡逻艇 在太湖遭到重创 其中四艘被炸飞 参加巡逻总共三十人 阵亡二十九人 一人因酒后驾驶巡逻艇 而得以幸存 什么时候的事情 昨晚 昨晚又是昨晚 昨晚的事也太蹊跷了 三十个人 死了二十九个 这也太利器了 是太利器 所以袁天队长 请你去太湖码头 他在那里等你 通知莲花 就在一起去 莲花已经被 袁天队长接过去了 什么 叫袁天队长已经接走了 这故事呢就讲完了 你们是不是应该高兴点 你看看一个个的 愁眉苦脸 这许数官又不是鬼门官 至于这么悲观吗 好了 这样 到了晚上以后啊 咱们就 有警官 一别 你 你 谁 你谁呀 我看见你了 谁呀 你看见我了还问 到底有没有看见 何言 是那个何言 是那个何言 起来的 我说你们可真够悠闲的 过不了许数官 就坐这儿说故事 你们不着急啊 我比你们还急呢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在这儿 因为咱们是同志嘛 花头 来了 真没想到 这就是你的特遣组啊 怎么 羡慕了吧 不不不 我一点也不羡慕 这带着一帮娇贵的瓷器打仗 碰坏了 我可赔不起 你什么意思啊 谁是娇贵的瓷器了 这还听不出来的 说我们这帮小娘银 我说啊 有何营长保护我们 这些瓷器啊 碰不坏的 不不 何天族 全体成员 天吏 立正